真心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小镜子 这个真的特别的实用 尤其这个高度 你把它调到一个角度之后 然后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只要你看向它 你就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 而且底下可以放一些咱们自己常用的一些东西 你像我平时直播的时候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梳子 还有这个口红 我就把它放到这 我只要一扭头 我看向这个镜子的时候 镜子里的我 它也在看向我 这个真的特别方的 真的老实用了 而且你就往那一放就行 还好看 而且一点也不占空间 这个有需要咱们可以搂上一单 这个真的嘎嘎的好 有些东西买来之后 它贵 但是它还不一定实用 就这种的就是利用率可高可高的了 你就用着特别秤手 特别舒心 我就感觉这个小镜子真的特别好用 说实话 就这一个小镜子 我卖一单的话就涨两毛钱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 真心的想跟大家推荐 咱们要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拍上一单 真的特别适合咱们女生 真的是家里边特别实用的一件好东西 小鱼小虾 这个怎么那么像 我归于你小时候吃那好多鱼呀 是那个味 小虾条的味 这一包的量还不少呢 到时候给咱们发六包 上面还有这种海苔碎 它有的做成了这种小鱼的形状 然后用虾条的 这个名字就是咸磨个牙 哄个孩子 咱们大人追剧的时候 吃一吃 挺好的 它里面给咱们添加的是真实的虾肉 鲜虾味很浓郁 没有那种香精的味道 特别鲜啊 吃起来酥脆还不油腻 这一包的量真的不算少 我记得平时在超市里买这种 全都两三块钱一包的 挺香的 这玩特别轻 特别的粗粗 一点都不沾份了 挺香 这种小孩的我也挺爱吃的 这个连我老头都爱吃 这种小虾条 就刚才小时吃那个上好家啥的 味都挺香的 但是没有那个香精味那么浓 挺香的 没事拿着哄孩子 哄大孩子哄小孩子都挺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